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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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 杨茜 杨茜茜 旁边很多人在提醒 杨茜茜 虽然他一定要注意保护头部 杨茜茜 又是一个前腿的变推 后生 杨茜 杨茜 旁边有很多人在喊大师兄必胜 这应该是他当年在少林寺的一些师弟 又是一级迎击 漂亮 可是我有点担心是颜姿的抗击打能力 因为最近很长时间没有上过雷台 坐好头部的黄腹 好好笑 当然这个功夫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是不得分的 但是不得分得势 在一两招之间也能看出来 这个武术的风采 对 我们看泰拳手这一阶段的全腿的力量 加上来了 又是一个勾踢 但是最重要的他还是要做好自己头部的防护 对 其实这也是我赛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一旦挨到对手的这种重前重腿的话 第一回合结束 这一回合应该是没有赢的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时间做的两个摔法都非常的巧 实际上他就是用身体倚靠 然后脚下稍微一半 对 自己的整个身体用的这个动作幅度非常小 对 但是力度很大 对手直接就飞出去了 这个快摔巧摔 当然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我们采用的是国际标准的世界自由搏击比赛的规则 所以这个摔法它是不能做直接得分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得分 得不了 但是它得势了 我连着摔了几下 对你本身也是一种消耗 对 接下来我想是言之的挑战 第一个是抗击打 第二个是它的技能 毕竟是46岁高龄 对 当然我们也看了它赛前那种备战 包括一些体能的备战 翻轮胎 这种翻轮胎这种做法 只有在欧美的一些职业拳手当中 才会用这样的办法 中国拳手用的很少 好来看一下双方第二个回合 下来就是一个鞭腿加一拳 减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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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快 这时候加强传法的进攻 连续的鞭腿 再次倒地 这回会当成第二次倒地了 对手的抗击打能力也很有问题 毕竟也是被老叫了 38岁 好 精致比赛了 说实话 他46 对手38 但是我们说句客观的话 这位38的泰国选手 比我们的石岩兹看起来老多了 对 看起来像年龄像调个 他是38 泰国选手是46 现在的话 少林高手石岩兹 是在第二回合 TKO对手 连续的高边腿 至少七腿这个高度上 我们真是看到不像是一个46岁的人 他的拳还是非常重 拳非常重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要尊重他的勇气 对对对对 而且特别是在赛前 当时他是要想挑战马鲁斯 这个游戏真的是让人钦佩 中国国选手 中国中心第一副主席 航天标上将 武汉海林匹克城 董事长 如今胜先生 每二位颁奖 国选手还没举手 这玩意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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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怕也是很多喜爱武术的观众朋友们第一次 真正看到我们的少林功夫 在实战当中的一种表现 实验子应该是以实际行动 来在发扬中华武术 中华武术 我们的真谛 还是以实战为基础的 并不是像我们影视作品里面 所表现的那样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擂台上把它展现出来 而且能够击败对手 实际上武术从明星到现在 这六百多年的历史当中 早就已经形成了一条 就是说这个套路跟散手 共同发展 共同帮助的这么一套道路